台灣第一位站出來 公開控訴日本暴行的 威安婦黃阿桃阿嬤 在九月一號去世了 而享年九十歲的他 等日本政府道歉 等了六十六年 卻始終沒有等到 十九歲被日本政府 騙到印尼去當 威安婦的黃阿桃 始終不敢對別人說出真相 在二零零八年 他終於鼓起勇氣 回到家族的祠堂 要像已經死去的父母 坦白那一段痛徹心扉的過去 讓他一時之間全然崩潰 國內第一個站出來控訴 日軍暴行的黃阿桃阿嬤 只要翻起肚子 看到這一道 在印尼被炸傷的傷疤 就會想起自己悲慘的過往 他常常對著 來探望他的社工員說 這個痛苦回憶如影隨形 一天也忘不了 阿桃阿嬤心中始終只希望 日本政府能誠行道歉 但等了六十六年 正義依舊沒有現身 一直沒有辦法得到日本政府道歉 是他覺得很難過的事情 從今年一月就因為中風 臥病在床的阿桃阿嬤 在九月一號往生之前 意識不清 並沒有留下遺言 不過苦等道歉與正義 超過一甲子 阿嬤的希望落空 帶著遺憾離開人世間 記者林金門 許啟豐 台北報導 阿嬤 阿嬤 阿嬤